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星赛就放话要标三分的布拉 果然是说到做到的真男人 以前就在三分外线出手 虽不中 但意不原意 整场一共在三分线外出手三次 果真给他蒙进一球 但他知道明星赛光有这样还不够 另外加码罚球面包的老梗 果然引起现场一阵骚动 与其说老梗不如说他在扑梗 你看到在第三节周一翔上罚球线 他一巴掌就把球给删掉 管你得分算不算 老子面包你也别想逃 这个好笑的桥段 真的只有在明星赛才看得到 第四名 明星赛前第二个小孩才刚出身的 明星赛前第二个小孩才刚出身的 决定是全场最辛苦的球员 不仅医院球场两边跑 还要参加明星赛 共议三个球大赛 还有三个球大赛 紧凑的行程对于资深球员来讲 决定是一大考验 果然明星赛开打之后 難磨就顯得力不從心 第一罐失守 第二節再度嘗試放槍 第三節不信邪加賭馬力 還是No Good 連續三次灌籃失敗 這種打擊對明星球員來說 怎麼能夠受得了 還好第四次終於得手 才勉強保住爺面 我難磨難磨你也別喪氣 國富士革命11次才成功啊 第三名 賀夫熱過頭 顯稱全民公敵 向陽海岸戰神 賀夫 簡直把明星賽當成季后賽來打 上半場依次回防 竟然在空中直接把蔣玉安給撂倒 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 可是嚇壞現場的所有人 也要搞清楚 上玉貴隊沒多久的小安 可是台皮嚴格在罩了 他直得上去 橫得下來 小心躺得出去就是你 沒想到賀夫膽子果大 不僅沒在怕 還越玩越大 下半場第四節 還直接跟前隊友 阿長裁判對焦 馬上持下一次技術犯規 最後甚至午飯畢業 我說賀夫你會不會太認真了 隨隨地都能夠激發你的腎上腺素 第二名 撞圓不自量力 撞牆跌倒 GG 明星賽本來就是一場秀 球迷看得開心 最重要 但是我們的馬公狀員呂齊敏深知這個道理 第四節在布拉放盡兩分之後 第一個就衝上去慶祝 或許是一時嗨過了頭 馬公狀員竟然要與布拉來個空中互撞 這一撞可想而知 雞蛋碰石頭 歐多拜 單條頭拉庫的結果就是慘烈收尾 一個人能夠毫不畏懼 敢直接跟球場上最龐大的怪物 正面衝撞 呂齊敏真是撞圓才有的叫小 第一名 學長 裁判 駕到吹雨不吹都搶進 本屆明星賽最大的噱頭 就是邀請到上季推出的兩位學長 阿丁還有浩呆擔任裁判 擁有裁判陣仗的許浩成 執法起來聞風不動 犯規不吹 快攻不跑 不干擾比賽順利進行 一直到第二節 才吹出他第一個哨音 不過老天爺啊 財財費也太好賺了吧 下次有這個機會來找我嘎一腳 另外阿丁呢 他則是跟場上的球員互噴垃圾化 看官們 你有看過裁判一直跟球員 整場比賽都在洗洗涼 然後互噴垃圾化的嗎 阿丁果然是超吸睛 他甚至還想叫賀夫滾出去 什麼你想要說 只要閉嘴 只要 你知道嗎 我愛這個人 很幸運 叫我警官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 史丹利愛說笑 史丹利就是我 如果被我虧到的球員 還有裁判啊 千萬不要到球場打我 因為這一切都是 製作人的陰謀啊 rá阿滑 燈不點不亮 話不說不明 歡迎收看球員開獎 我要告訴你更多元 更進爆的SBO 內幕話題 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2017年中華男男總教練的 熱門人選 2017年中華男男總教練 我認為最熱門的人選 會是富邦勇士總教練 嚴型書 嚴型書是目前新生代教練裡面 他的戰術素養 他的專業形象 還有他的帶隊成績 最受肯定的求求 目前富邦在整個 XBO的戰績裡面 也是領先群球 所以不管是嚴型書的年紀 備份 他的專業素養跟形象 或者是目前整個富邦的戰績來看 嚴型書確實是2017年中華男男總教練 最火熱的人選 在帶領整個富邦的戰績裡面 其實嚴型書第一個 他跟球員的溝通做得非常棒 他也可以取得球員的信賴 另外就是 以他在國手的資歷備份上 他在整個接班 總教練接班梯隊裡面 他算是非常熱門 而且非常關鍵的人選 要帶領一支球隊 除了戰術素養除了訓練之外 你在國手級裡面的備份 其實在說服這些國家隊的球員 來為國家效力 就佔有很大的分量 所以不管是球隊的戰績 個人的專業素養 整體的形象經驗 還有在整個國手接班梯隊裡面 整體的分量 我都認為嚴型書應該是一個最好的人選 除非今年 不幫整體的戰績不如預期 要不然以目前整個XBO的生態 還有國內檯面上一線的教練來看 嚴型書今年擔任中華隊總教練的機率 是非常高的 除了嚴型書之外 之前帶領中華隊的總教練 嚴家華應該也是一個熱門的選手 嚴總他在整個帶隊的風格方面 他非常重視跟球員的溝通 而且他是屬於威前行的教練 他能夠說服一些老球員 重新披掛中華隊的球員 來加入中華隊 重新為整個球隊 來做一個更大的負責 所以除了嚴型書之外 我也看好嚴總教練 可能連續第二年來帶領中華隊 2017年中華男男總教練 從目前的戰況來分析 我的預測是 嚴型書可能就是2017年 中華男男總教練 鐵口直亂 神機妙帥 球員開講我們 下次見